还想看俄罗斯人的笑话 美国人突然自己笑不出来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程Talk 我是卢中程 从瓦格纳举兵到普京 兵不雪任解决危机 24个小时里 俄罗斯发生的事情 引发了全球关注 然而就在美国人 看俄罗斯笑话的时候 美国人自己传出了消息 拜登这边也开始出事了 说俄罗斯在发生兵舰 可美国人自己也在逼宫 于是是越发动荡了 从华盛顿邮报的消息报道看 美国两党的斗争 开始进入了白任战 共和党效仿民主党的操作 也开始制造总统弹劾程序 就在外界围观 俄罗斯瓦克纳兵舰的时候 美国众议院以219票 对208票的微弱优势 通过了一项弹劾议案 关于拜登的弹劾条款 确认将走到最后一步 送往司法委员会 和国土安全委员会进行审核 一旦通过审核 拜登将很可能成为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 被弹劾下台的总统 美国媒体也注意到 这次的投票比例 和美国两党的国会席位相差无几 换言之 这就是一次典型的党争 一定程度上来说 这是共和党在有意 报复民主党 参考对付特朗普时候的套路 来对付拜登 据称 是认为 拜登在边境问题上 玩忽职守 放任偷渡客 给美国带来了 大量不受控制的罪犯 美国媒体政客杂志 他在官网里有一份报道中提到 目前光凭共和党手里的证据 恐怕他并不能扳倒拜登 不过共和党明显没有放弃 正准备着手调查更多的内容 比如阿富汗撤军 白宫能源政策 还有拜登家族的财务状况等等 传说拜登家族的底子很不干净 和乌克兰有着巨额资金往来 在俄乌冲突中也为自己的家族牟利 其实这个事情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那就是即便共和党成功推动了弹劾进展 但共和党内部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比如共和党党首麦卡锡 就认为共和党极右翼团体里 提出的弹劾事情 握语仓促了 委员会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至于是什么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其实那就是共和党内部的权力斗争 虽然麦卡锡号称是特朗普的继承人 但是被特朗普一手聚集起来的Mega支持者们 并不买麦卡锡的账 认为麦卡锡不配领导共和党 而这次弹劾拜登的事情 就是麦卡派系的议员劳伦·伯伯特 绕过了作为国会议长和共和党党魁的麦卡锡 直接举旗进行发难的 这一点让麦卡锡是极度不满的 而这反映了两个情况 第一 美国的党争进度已经到了不追求对不对 只追求党通乏意的地步 哪怕是麦卡锡不满 但他还是要强行力挺Mega派系所提出的弹劾案 换言之美国的党争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我们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最后程度了 第二 美国政治上的分裂已经开始从两党斗争进化到了多派系的内部斗争 这种分裂对美国的决策成本来说将造成巨大的消耗 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几个大国都各有各的麻烦 俄罗斯刚刚发生过了兵舰 美国人在自己逼宫 法国的环玛家也在暴动 而英国的苏格兰在搞独立 印度的东北部在搞宗教战争 是真的有可能这几个国家形成默契 不约而同开始向外转移矛盾 到那时候国际局势恐怕就真的无可挽回了 而我们得不得不防 亦需早做准备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各位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